上一个国际比赛日之前 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 当时是联合召开了新闻说明会 对打赌打假一些案件的进展做了说明 同时也拿出了第一批的进足名单 当时的进足名单当中涉及到了应该说是有60多人 这60多人当中很多人是不仅退了赃 但在后续的自己的资源当中 他们也做了一些说明 很多人很忏悔 觉得说自己不仅仅是收了钱 同时也遭到了刑事处罚 有的人是被判三个月缓期执行 背上了案底 对他们来说未来的发展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对他的家庭 对他的子女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次的处罚 如果仅仅是第一批名单这些人的话 可能不足以震慑足球圈里现在的这些乱象 但是很多人都想难道第二批名单还会有更大的大鱼吗 还会有更重磅的吗 我想说的是一定会有 因为在之前已经是这个归案的 你像秦升啊 你像豪伟啊 你像张璐啊 还有很多人没有被列入禁足名单 就说明啊 对他的处罚很多事情还可能没有完全结案 那么第二批的名单一定会比第一批更重磅 你包括你像陈旭元 杜兆才 甚至说其他的一些人都会被进入这个禁足名单 咱们也想想啊 2011年当时的处罚当中 你想这个谢亚龙很多人是不是最后也是被禁足了呢 那么第二批名单 这段时间呢 大家猜测当中 这个也逐渐呢 看到了很多的细节 有一些这个律师的爆料 包括张璐也说啊 这个在他接手这些球员的时候发现 有的球员啊 被庄家是盯了三年 而且呢 每每周末啊 庄家都会请他吃饭 和他这个软磨硬泡啊 最终呢是把他拖下水 你想想能用三年时间去把他拉下水 那么他奢入的这些比赛能是小事吗 而且涉及的进入能小了吗 是不是 再一个呢 就是这几天 我看有几位博主啊 爆料当中也说了 说第二批的禁足名单当中 不仅仅有这个现役的中超的一些知名球员 甚至有可能是一些国脚级的人物啊 也在其中 还有啊 这个可能超过两位数的裁判 也会在进入名单当中 那么第二批这个进入名单 如果再出来的话 我相信肯定就是炸锅了 因为那样会牵涉到更多的一些假球 赌球的一些案件呢 这个被更多的这个曝光出来 我们大家会了解更多的细节 如果那时候再看看 是不是这120场假球当中 那可能很多事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而且呢现在来看啊 这个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知名球员 现在还在提 那你说明这个事情我觉得处复起来啊 可能非常的复杂 既然很多事他已经涉住其中 为什么还让他继续参赛 继续在这个为国效力呢 是不是有点想不通 不知道大家呢 通过这几天啊 各方面的这些信息汇总啊 你感觉是会有哪些人 这个设计其中呢 第二批的进入名单 能够炸锐到什么程度 真的会有一些现役的裹脚在其中吗 难道说上一次国家队比赛之前 选择这个来开始一门说明会 就想敲打敲打他们 难道这种敲打 真的就会让他们在国家队比赛当中 表现得更好吗 但是上一个国际比赛日 中国队的表现确实让大家很难接受 尤其是客场对日本的比赛 打的真是 我觉得什么什么都没有啊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第二批第三批的这个进入名单 会在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节点 难道会在下一个国际比赛日之前去公告吗 再一个大家也比较关心的 就是涉及到这些奢侈俱乐部 之前也在说明会当中说了 设施的俱乐部达到了41家 那么现在还在存续 还在参加这个中国职业联赛的俱乐部 到底有多少家 那么大家摸一摸看 可能还会有10家以上 那么这些俱乐部会有什么样的处罚 当时我记得国家体育总局和足球的相关人员也表态 就是说一定会从严从重来处罚涉案的这些球员和俱乐部 那么大家就在猜测会不会有俱乐部这个降级 会有多家俱乐部被降级 甚至被严重罚分吗 我想说的是肯定不会像上一次反毒扫黑那样 就仅仅是罚款而已 那么这一次既然从严从重 那么罚分已经不足以 我觉得更多的这种热令降级 甚至说有些俱乐部能不能直接被取消参赛职业联赛的这种资格呢 之前也有一些在这个媒体当中 流传的一些好像聊天的截图 也看到了说有些俱乐部被罚6分 有的俱乐部会被热令降级 而且同时呢取消五年的这种平留资格 这个讲的都有模有样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未必是全部 会有更多的俱乐部在其中 因为毕竟啊现在来看 还有一些人这个未必完全归案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这种案件当中 我觉得逐渐逐渐呢 会把更多的人这个查明白 当把这些事情都公报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有感觉我们的职业联赛 在过去这十年 在机缘足球时期 在机缘足球后期 甚至说在这个赛会制比赛的几年 真的是太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屡屡上演 当时我们会觉得有些比赛莫名其妙 现在看看 甚至很多当时我们没有觉察到一些问题的比赛 现在看看 问题破多呀 哎呀看着这个一些报道啊 我现在就有点觉得 我们这些球迷是不是挺可怜的 这几年我们都看了什么 我们新一年的中国足球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就被这些人在糟蹋下 怎么可能去崛起 希望在哪呢 大家如果有更好多的这种渠道啊 和一块来这个分享一下 你们的这个手头的资源啊 手头的信息 到底你觉得哪些球员 教练员 裁判员 还有一些这个地方及中国足球的一些官员 还会落马呢 这些人 有哪些人会在第二笔名单当中被公告 你觉得哪些俱乐部会被处罚 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力度 才会让他们真的去促动他们的痛呢 才会让中国足球整个的这个环境 彻底的变干净 但是有一点不想说的 就是打赌打假 这个要是任重道远 而且要常态化 在日后啊 这个联赛 包括现行的这个比赛当中 很多的监管 一定要这个时时刻刻警惕着 还是一点 这些很多的球员 你不是法外之地 在这个足球当中的时候 不能叫懂法 而我叫守法 最关键是一点 你要对这个行业 还要有一个敬畏之心 这些东西的东西 我叫你 谢谢大家